那么然后我们下面还有给大家说的就是 将本地的分支去跟踪远程的分支 这是什么意思 你本地的分支跟踪远程的某一个分支之后 你如果本地的分支的提交 它跟远程的提交纪录不一致的话 它会给你有一个提示 给你有个提示 现在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写这个get status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只有这两句话 现在我要让我本地的smart分支 跟踪远程的分支怎么做 就是get branch 杠杠set upstream to 然后我要跟踪远程的谁呢 我要跟踪远程上面的origin下面的smart分支 本地的谁哪个分支跟踪它呢 smart分支跟踪它 就是让本地的smart分支跟踪远程的smart分支 那么你在这里面你一敲的话 OK 它就会告诉你分支smart设置为根字 跟踪远程的分支smart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在get status 你去看一下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对吧 你的这个分支和上游的这个分支呢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将本地的分支去跟踪 服务器的这个分支啊 跟踪我们远程的分支 就通过get branch set upstream to 进行一个跟踪 进行跟踪 跟踪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提示啊 相应的提示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在我这里面 我在本地 我再去编辑一下啊 vi views.pv 然后呢 在这里面 from我们的jango.shout cut 然后呢 导入这个redirect 好 这里面我们再写一个函数 再写一个函数 我们就到了 login 写上request 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就直接 return写上一个redirect的 然后呢 写上一个斜杠index 跳转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 写完之后 我在本地呢 先做一次新的提交 我就写上一个get 写上一个push 然后呢 写上一个 先在本地提交 get add views.pv 然后呢 get commit -m 写上一个啊 那么添加 创建试图 创建 试图 叫做login OK 然后啊 这里面 你在本地 你去get log一下 本地这边 是不是 有这个记录 对吧 然后呢 你再去get status 你看一下啊 get status 你就会发现 它告诉你 你的分支领先于 origin下面的smart 一个提交 你可以使用get push 来发布你的本地提交 对吧 我就可以呢 直接啊 注意 你的 你的这个本地的分支 一旦跟踪远程的 某一个分支之后啊 你要把本地的这个分支 推送到远程 你跟踪的那个分支上面 你就可以不写后面 这个东西了啊 你就可以直接写这个 给它 push OK 那么这里面你不要管的啊 来看啊 OK 那么这里面就成功了啊 完成 然后呢 完成之后 我们再get status 你去看一下 告诉你 你的分支 是不是和远程的分支一致了 对吧 是因为你已经把你这个季度呢 已经推到我们的上面去了啊 在这里面 点开 点开这个views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这个内容呢 又过来了啊 又过来了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将本地的分支 设置为跟远程的分支呢 进行更多啊